我們看看這個例子 這個Graph顯示Y03乘sin2x 就問PointP的座標 你當然可以用一般的Transformation技巧 把Graph按扁了兩倍 即是Period是180度 而這個位置就是135度 因為這個位置分為四格 180度除4 每一格是45 這個位置就是135度 而它因為這裏是乘了3 所以它最低點就是-3 因此答案就是Boy 你可以用這個Transformation的方法去處理 我這裏會教的就是代數的技巧 首先留意這個3 即是說 Graph的最高點是3 和最低點是-3 因此CDE都不是答案 因為它們的Y座標是1和-1 然後再留意 我們把這個X 就是240度 代入Graph 看看3乘sin2乘240度是多少 用計算機計到 是出到2.6幾 發覺不等於-3 A這一點就不能睡在這條線上了 因此A就不是答案 答案就是Boy 第二個例子 這條我要找回這個Graph 究竟 這個功能是甚麼 ABCD四個來選 這些題目有個好處 就是它會告訴你它穿過哪一點 它會穿過80度 1這一點 或者260度-1這一點 你只需要把這一點 代入ABCD 就可以知道答案 你發覺代入之後 就只有 A這個才是正確答案 其他BCDoc 都不是正確答案 因為它們計算力的Y座標 不等於1 只有A這個才是正確答案 然後 假設 你要做的就是把這個Point 代入ABCDoc 看看誰是答案 就可以了 那你發覺到 代入ABCDoc 代入ABCDoc 只有Doc 才是答案 因此答案就是Doc 這條你可以自己試一下 那你會見到這個Graph 它會有很多點給你 分別是0-7 90度-1 甚至180度-7 你會選擇 你會選擇 如果你選擇這一點容易的 你會發覺到 A和Point都會被寫去 但是還有C和Doc 所以你應該選 90度-1 去代就好些 你如果用這個Point 90度-1去代 你應該會出到 只有一個答案是正確 就是Doc 好了 如果關於這類複雜一點的題目 沒有Point 給你代的又怎樣呢 A和Point都有Constant 而這個Graph 就是Y等於A乘cos 就是ABCDoc 哪個是答案 留心 它穿過B到2 X座標是B Y座標是2 那就是說 另一方面 我們就知道 它穿過這個位 0度-A 如果你代X是0 的話 cos0度就是1 所以 Y就是A 那就是說 其實這個位 你會見到 A是負數 所以 C和Doc都不是答案 因為C和Doc就說 A是正數 就不符合題目的要求 跟著我們就把 A和Boy這兩個選擇 再留意一下 我們就把 X等於B到 Y等於2 這個資訊 再回到 色度 就算 發覺到 Y座標 一個是2 一個是負2 那我們就要 正確答案 大加A 有另一個方法去考慮 如果你真的用Transformation的話 我們就這樣 由Cos2 X 即是說 它的Graph 是Compressed along X axis兩倍 那Period 就是180度 即是說 180度之後 它會重複自己 Boy就是90度 因此 我們會知道這一點 就是90度 而 因此 Py和Dot都不是答案 而另一方面 因為 這個Graph 是上下倒轉 所以我們知道 A 即是Cos2 X出面這個數 是負數 因此 A 就會是正確答案